7.21元朗白衣人襲擊案 白衣人之一架63歲男子從大陸返港市被捕 他否認各一項串謀有意圖移商人及暴動罪 案件今天裁決 被告程偉銘被裁定暴動罪成 而另一項串謀有意圖移商人不成立 但改裁定串謀商人罪成 案件押後10月27日判刑 被告需還押懲教處看管 區域法院站委法官王興偉裁決指 呈堂片段可以清楚認出被告 當晚積極參與元朗站內的暴動 並鼓勵白衣人登上月台 不過被告入站時未見時是 案件期間只用現場所撿來的木條襲擊站內的人士 不代表被告有意圖對他人造成嚴重傷害 就讓我們撿真相吧